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在这个感情生活当中啊 容易不太安分的这个首相特点 首啊 首相啊 有一处在小指下方啊 天文上方啊 我们称为家风文啊 又称为结婚线 婚姻线 结婚线啊 都各种说法 反正就是跟婚姻是有关系的 这种首文呢 可以看到一个人感情顺利与否 那么婚姻是否美满 家风文不相同 有好也有坏 那么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家风文 我们看家风文啊 如果是形状啊 跟这个一样啊 跟三叉子一样啊 那么这种首文 不论男女个性比较放荡啊 男子好色 女子容易有外遇 婚姻多半是礼意收场 这是加油 这种家风文三叉剑啊 那么还有一种这个家风文呢 是由 犹如双蛇啊 跟蛇一样 跟两条蛇一样 这种家风文 也就是结婚线啊 那么这种首文呢 婚后感情容易混乱 有外遇私情 在婚姻方面是极其混乱啊 这个是一种 那么还有就是家风文啊 跟链条一样啊 我们说这个 这种纹路啊 在感情线上出现也不好 在三大主线上 任何一条纹路上 出现这种链条状的这种纹路 都不好 这种人呢 薄情寡义啊 就跟面相当中的眉毛 比较淡啊 比较这个没有形状啊 跟眉毛一样啊 这个薄情寡义啊 没有婚姻观念啊 那么见一个挨一个 婚姻多半是不美满 婚后呢 也不安分啊 这是家风文 跟链条一样啊 这四这三种纹路呢 是需要注意的 好了 有关三种这个 婚姻感情方面 不太安分的这种首相特点 就分享到这里啊 那么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